你剛剛違法的交通規定 因為我要開一點麻蛋 台上演員表情生動 讓小朋友看得目不轉睛 要宣導交通安全知識 當然不能只用看的 還要親身體驗 我們要轉頭看向左邊 再看向右邊 路上等紅燈要後退散步 過馬路前也要左右看 確保有無來車 遇到公車或是大客車 也要避開前後視線死角 華厚自身安全 因為有時候很多人 直接這樣走過去 他不會看到公車 所以大概能知道 公車時角在哪裡能注意到 直到平常要注意交通的安全 然後認識很多交通號碟 交通安全知識要從小學起 因為根據台北市交通局統計 今年上半年就發生 八千四百九十六件路口交通事故 造成十八人死亡 其中路口死傷人數 更佔整體交通事故的六成 為市府響應全國交通安全院 加強路口安全宣導工作 十字路口它是特別危險的地方 因為它的車輛不是單方向的 它是四面八方來 所以我們這個對於十字路口的宣傳 是更為重要 提醒車輛來注意行人之外 那行人自己還是要有自己自我保護的意識 提升自己穿越路口的安全性 那在執法的部分 我們也是針對車輛不停讓行人 還有行人這個違規穿越的部分 作為我們這個維護行人安全的 重點執法項目 除了行人過馬路要小心 駕駛也要禮讓行人 這些都是警方加強執法重點 希望減少交通意外發生 北市府前進校園寓教於樂 讓正確用入觀念向下扎根 進而帶動家長一起注重教通安全 記者邱世民開北報導